有个小坑我留下来 就是那个 我来做Docker镜像 我在用那个Docker Commit的时候 做一个自己的镜像 然后启动的时候没有起来 失败了 然后今天中午我看了一下 是因为我当时那个镜像 说可 这不是Docker Commit Mmit 不是容器ID吗 这个ID我写错了 所以说打的镜像是错误的 所以导致没有起来 然后刚才我又重新打了一份 可以看一下 叫MyNG的存 Docker是乱 然后正好我也拿它做的做的利的吧 上午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讲的 那个大批参数对吧 大批参数的话 那个端口是随机 在你宿主机随机应设一个端口 到那个容器里的发明 但是随机来讲 这样肯定不适合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手动去指定端口 这时候手动指定端口是杠P 只不过这时候杠P换成了杠小P 然后80 注意前面端口是你宿主机的端口 也就是你买宿主机哪端口 然后后边也是80 因为这是NG的词嘛 它都不能开上80端口 其实你也可以写8080 然后也80 这都是买宿主机的80端口 一个到容器里边的80端口 你说为了好看还是80吧 然后是镜像 买NG的词 刚打的 然后命令是NG的词 然后-D -Main -NG的词 然后-D 之后的话启动 实际上看一眼是不是成功启动了 来 能够看到它的状态是up 已经测诱了两秒 然后我们看这儿 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0.0.0 然后80 意思到了容器里边的80 注意啊 它默认的情况下是 映射的是TDP 你如果想写UDP的话也行 只不过你需要这儿去指定 UDP 这样来去进行指定UDP信息 再次看你们业务 业务如果需要UDP的话 能这儿去写 UDP的话咱们比较常怨的业务 无非就是DNS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台机器的IP 它的IP是10.0.0 我们去访问一下 先开个铁面 发现访问到了 然后我们再用上午学的Docker Logs 这个材数 然后-F 然后去看一下是不是访问 能到我们这个容器 这种日志话默认是它会出到屏幕上的 只不过那个我没有配置而已 没有配置的话 你默认的话都会写到是文件里面 同时不会让你发现 你也可以那种设置下一个那种展示方式 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文件 然后我们说我们做的吧 我们NGIC的话是用那种SSLog那种方式 传到一台指定机器上 然后再进行收集 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你在那个你挂在一个文物 就是你把所有日志文件 专门放在这里 然后应该收集 这种方案我感觉都可以 只不看你们公司和人选行问题 然后咱们继续说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它默认映的邓稿是40 假设你们是一台Redis 然后你不想帮助在公网上 这时候你都可以需要那种指定IP映射 对不对 所以说这时候先把原案的东西删掉 在前面加上你的指定IP 比如说127不行 127都没人能看到 这就127了 让它再启动 然后我们再导客P来的看一下 这时候呢它绑定的就是你127的1端口 然后那这块你再访问的话 它是访问不了的 没有送网站 然后本地我们刻一下 刻127 那我进行正常一个访问 这是两种比较常用的那个方案 哪个是第一 这是杠小P 然后指定端口 指定端口映射 然后就是所有IP 第二种就是指定一个IP的一个端口 然后对于东西进行映射 其实还有很多不太常用的 我给大家简单去介绍一下吧 就比如说这个大楼壳 这些都看吧 看你们如果有什么以后有什么奇葩需求的话 也得去尝试一下 比如你买这块差不多80嘛 你买把这80删掉 或是127.2.2.1 两个冒号 或者接80 然后挤动一下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还是那个随机端口映射 我感觉这个意义太不大 基本上没什么意义啊 总是说你已经指定IP了 然后你还随机端口 这为什么呢 除非说 你想用这个端口被别人带站的 然后你想测试一下 除了这个我还真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意义 基本上都是常用的都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 那个全IP指定端口映射 第二个就是指定IP指定端口映射 那么其他的话基本上不怎么常用 别的没学会 删写容器删的很牛 各种各种删 然后的话 真的是导客的网 网络的第一部分 然后说第二部分 你一个容器的话 一般的价格是跑一个应用 但是呢 你需要 网络需要 需要跟外部做一个交互 比如说你容器A 你跑个那个NX加PHP 你容器B需要跑 跑一个那个 MySQL 这时候你要做一个交互 但是呢 由于那个容器 默认来讲 它的IP是DNCP这种分配的 你无法获取到它的一个IP 那你要说每次进入容器 那种ENCEC或者attach这个方式 进入容器去手改 这样的话 无形中会给你增加很大的工作量 所以这时候 Docker这块是比较机智 它们可以实现一个容器间的互联 然后首先 容器间的互联 自意味着什么 最少需要用量 抬容器 对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清两个容器 你一个容器 你要跟自己 就不需要后边的 所以走本地 要是7.6.1 我们继续走刚才那个 这块但是意义不大 然后后边的话 会有一个那种实际的例子 然后我让人先简单写一下 就要外的1了 这条命令大家 现在应该基本上都能看懂了 对吧 这是指定一个容器名 然后这是放到后台启动 这是端口映射 这个是那个镜像名 这是要执行的命令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我看看新的新的 说明它已经写了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再启动第二个容器 第二个容器是需要跟第一个容器间获延的 对不对 我们还起N几个词吧 因为在时没有买色块的话 我汉的线是很大的 并且我还没有 并且没有那种对应程序 无法去测试那种连同性 所以基本上连同性的话 我们靠ping测试就基本上够了 这个docker run 那是刚刚name live2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都有一个那个 刚刚link这个参数 它就是指 这个是让你的目入间 那个容器之间金获延 -link rnk 然后这块指定的是一个 你的主机名 你的容器名 比如说web1 然后 然后你去的镜像名 ng的 myng的 然后 这块比如说 现在进去银行 知道吧 港P 80端口我们已经用了 所以说再用80端 肯定是会复苏的 所以说用别的 8080吧 可能这样命有点长啊 这样命有大家用哪儿的 不给你念的吗 不给你念的话可以说一声 让我们执行 哦 这怪我 这个没有加钢地参数 所以说默认它是会在前台进行扫落的 不过没关系 咱们先进那个里边去 外边 NGS是没有batch的 是sh 大家可以发现 在ngs的host的文件里去多为了这么一行 就是web1 然后它对应的IP是那个127 127.17 172.17.2.2 然后我们试试拼一下 能不能拼通 诶 答案确认能拼通的 然后我们再确认一下 那台机器的IP是不是这个IP 然后web1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IP确实是172.172.2 然后大家可能有疑问 你这块默认试指的是容器名 但是呢 以后你容器名变了怎么办 你不可能说你程序里边那个 你程序 一般来讲 程序的话 比如说连买色口吧 它都支持域名 或者IP的方式 其实你IP最终也是通过GNS 或者那本地的 本地host的 就用来对应一个IP 然后进行连接 但是你要说你配置这个 那个容器名 容器名发生变化的话 你配置文件都需要大量的修改 但是不对的 这样比较麻烦 所以呢 采用另外一个方案 拥有点 高低 比如说Shop 这是一个Shop Shop Shop服务 然后再执行一下看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是不是能够正常启动 发现Web2能够正常启动 是存货状态 然后我们再进Web2里面 看看host的文件就会发生什么变化 看到没有 这时候的话就多强强强这个 这个后面的Shop杠外 它就是你给这个连接起的别名 以后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去别名进行操作 以后的话前端你可以随便写 基本上跟保持一致都可以 然后后端的话你只要写这个 基本上你程序都不需要改 不需要改的话就可以连接任何一个服务容器了 因为现在咱们是手动模拟各个容线的连接 如果单击的话 后面我会讲什么Docker Compose这个工具 然后至于集群版的话 下周的话班长应该是会讲Q8S 这块Q8S的话再是先不多讲 然后等下周班长应该去讲 嗯 这成问题 你确定你有my-ngs这个接下来吗 这么说的吗 I'm able to find imagine my-ngs的本地 然后你也下不到 你看你要说没有这个的话 你直接把那个my-ngs删掉 就可以 你看到没 你是没有加全 由于你不是官方的镜像 所以说你必须是那种全固定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CBY 那个斜杠 杠 都是my-ngs 咱们因为是不加那种前锥的话 是官方自己才有特权 咱们是没有的 然后咱们再继续 然后刚才的话 都是实现了容器间的互联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要实验是my-ngs 这是网络的高级操作部分 就是两台主机之间的容器进行互联 在这块的话 我用了一个是像 这块我应该说一下 早会就网络吧 这块比较粗大 我一边发现的图片 稍微一下 我一边发现的图片 这是我画的一个简图吧 然后我可以看到 实际上是一个Docker David 这个的话都是我们一般都是 是指命运行能够进更操作 然后咱们现在只说网络部分 咱们其他进行部分 咱们先不去考虑 然后你这样的话会有那个 通过调用Libernetwork的API 这个的话是在Docker 1.0.0.9之后 开放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开放之后的话 你都可以写相应的自己的驱动 来控制Docker的网络部分 然后里边都是一个Docker Lab Network 然后里边都是一个Docker的网络实现 就是Syname Space 然后它包括那种杀箱 那个端点 那个网络 这块的话基本上跟OpenSeq有点像 然后里边又包括了那个五种驱动 默认的是五种驱动 比如都是常见的Barrage驱动 然后House驱动 以及Overlay驱动 然后Remote驱动 以及Node驱动 这个Node驱动的话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驱动 因为它没有实现任何网络功能 就是你要用它这种方式创建出来的东西 没有任何IP 所以说需要你手动进行配置 这样的话有好有坏 好处就是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定制 你属于你自己的网络 怎么定制都可以 然后坏处就是 你当你不定制的时候 你任何方式都无法防问 哪怕你本机都无法防问 除非你通过Docker那个ESEC那种方式 否则的话是防不到的 然后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这几个猜 那几个比较小 嗯 这几个 什么意思吧 实际上大家有个大概的了解 实际上说这个Sandbox 它的话就是在表5网络的命名空间 有的是那个Namespace 就是咱们上部也说吧 是有6种空间间隔离的 它代表5网络的空间隔离 然后至于这个Endpoint的话 翻译名算是端点 然后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成一块物理网卡 让那个容器以为我自己有一块物理网卡 都用它来实现的 然后至于这个Network 都是代表一组可以直接互通的那种Endpoint的端点 这块是比较复杂的 它基本上都是默认的话是基于Leo的那个网桥 或者微暗来形成实现的 那默认的话是通过网桥的方式 然后这是要注意啊 这块是五种网络驱动 然后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Docker默认是带了哪三种网络 要分清啊 网络驱动和网络是不同的 网络驱动是实现网 用来实现网络的 然后Docker Network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它你看都是本地 默认的话是有三种驱动 Bridge Host 以及NoOne 谁说Bridge Bridge它都是采用那个NAT 就是咱们默认的东西 咱们上午也看到了 然后这House 这House的比较特殊 因为它你要用这种模式的话 你的那个刀块容器 它基本上通过通信的话 完全是走你的物理网卡 这时候的话都有一问题了 你的话只能起一个 那个对应钻口的容器 当然的话你会冲锁 这块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一下 看看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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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ker IT r 2 hares nit zost p 还有 zd 你看到没有 这其实是80Sof已经被占用 我们看 其实这块都能直观体现 我并没有说 我并没有说映射本级的80端口 对不对 但是它外加说80端口被占用了 因为你这个NG的容器 它默认是启动80端口的 由于你用采用了House这种网络方式 所以说它默认网络信息全走的是本地 本地的话 你看本地我之前已经映射了一个80端口 所以说它再用本地80端口的时候 会造成那个网络那个端口冲突 所以说就会发生问题 其实这种方案的话 适合比如说你单机器 跑的那个容器很固定那种 比如说我只跑一个NGX 跑一个TOMKID的 跑一个MySurcle 基本上你只要保证它那个不冲突就可以了 这么多还有一个好处 好处就是它的网络性能是 基本上是这几种网络是最高的 它的实际上都一直走起网卡 不用经过内核相关的一些转换 你像NAT那种方式也是有相关的损号的 不知道这块有没有做网络同学 可以给我起来这块 它不会获取任何地址 它只是用了你本地网络 比如你本地网络 我理解的话 它这个不认为相当于咱们的VFWare的 那一套 不不不不是 它跟桥接毕竟没有一点关系 它就是只复制你这个IP 你本地的内网IP 原来啥事 对 你这样的话 它默认都可以实现一个融络前的 那个跨主机的融络获连 因为的话 你跨主机 基本上你只要保证 这两块网卡通的话 融络肯定是一定通的 因为它网络站是走的融络本身 无垫机本身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都是 看业务吧 不能说没有用 它今天设计中来都有一定的用处 然后你说那个NAT模式 这个NAT模式 怎么去演示呢 我们去看一眼啊 看能了 E&PYS BFH 你很飞也没有 好 这玩意没有 你看到没有 你要采用no-one模式的话 你只有本地一个LO 本地的回换地址 它是没有任何那个网络的 所以说这时候你需要通过你的程序 或者程序也好 直接走那个当时的API也好 去给它配置一个相应的网络 不然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进行通信的 因为原则上任何人 是不可能连接到你本地的回换地址的 下面就是这种三种模式 然后现在就是 大家说一下这种 TALKER最简单的 是实现跨主机的容器货源 大家先修一会儿吧 因为这块的话 跨主机的容器货源的话比较多 我怕一次静想的话 讲线太长了 再说一本应该保证视频的比较短